我們這禮拜 來講一下 Livita Livita的控制器 現在選擇連線 現在已經連上線了 這次新增的 有溫度顯示 這次有溫度顯示 還有顯示 你是否要開啟 把Bluetooth關掉這個動作 之前是預設 現在已經有做上去 第三個 我是覺得蠻好玩的 居然 我們之前有提過的 它有一個叫什麼 有一個叫做 AERO 100 上次已經有講過這個 這個我們不太曉得 它什麼意思 它在這邊的時候 它是特別變成說 特別去強調 它叫Overspin 那什麼叫Overspin 可以去看我之前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我這影片有介紹Overspin 所以它這次把這個功能放進去 我還蠻訝異的 如果你的 硬體的配置上 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 是要被解決的 我是必須講 必須要被解決的 你可以透過 像它這邊的話 它是用軟體去補足 但是 我必須講 軟體的補足 還是不及硬體啦 如果你的硬體 如果一開始就是OK的話 其實不需要用軟體來補足你的Overspin 這是我的 這是我主要的想法 OK 好 那是這個畫面 但是注意喔 它正下方這邊 多了一個 就是一個類似像一個 標靶的東西 多了這個 畫面 我們把畫面露進來 哇 你看 最新的 它這次最新的 這個畫面就在這邊了 一個一個介紹 第一個是 MOS的溫度 然後 處理器的溫度 還有藍牙的連線 那我就必須講 藍牙連線的這個數值 剛好是相反的 也就是說你越大就是越不好 如果你越小就是越好 OK 以後就再這樣看就可以了 然後 接下來這邊有ROF 它這邊有算出它ROF 這邊的話 OK 這是它的第一個是RPS 第二個是RPM 哇 它能算到它齒輪耶 齒輪的轉速 然後第三個這個蠻有意思的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Power Uptime 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已經 這把槍已經使用 已經說 你把電源接上去 已經過了現在 大概已經過四分鐘了 就是說 你的使用時間 那基本上 這些上面那些都是 比較平常的訊息啦 但是你有發現到說 上面這些數字為什麼 我明明就沒有做 然後這些數字 是因為我之前 已經有做設計了 所以它有把那個數據都記錄下來 那這邊的話是 就是我上一次我的馬達 的射擊的時候 說的瞬間電流 第一個是 Motostar Current 就指的是瞬間電流 是馬達 瞬間轉動的時候是最大 然後接下來是你 單發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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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就是我們用 Semi Current 就單發單發這樣打 那還有連發的電流 旁邊這個是AVG Auto Current 就是我們連發收的電流 你會發現到它們三個的數據 是不太一樣的 那 最後一排這個的話 應該是說倒數第二排這邊的話 有出現一個 Picogging Time 它就是0ms 這個0ms 然後有Semi Cycle Time 也就是它轉一圈的時間 你會不會覺得 這邊就蠻好玩的 是不是跟我的這個測試器 非常像 我之前的測試器 也都是用MS 記不記得 我發現到那個 他們是不是有在看我的頻道 哈哈哈哈 他們都把我一些 我的一些想法都寫上去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電壓 這次它把電壓移到這邊 然後還有就是說 它是Luster Trigger 也就是說 你總共射擊的幾發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跟我們的這個 跟我們這個字距大概是有差別 大概是多少 我把它接起來 然後我們來做測試 好的 我們現在連上線了 然後我們也把我們這一個 測試器接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兩個 雙方的 所測的的數據大概是 差多少 那目前電壓是12.3V 12.3V 測試器上面的話 也是取得大概是12.3V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從手機上面的話 我們也是看到 目前電壓大概12.4V 所以大概雙方差0.1V 就OK 55V 56V 所以雙方的電流 因為我這邊算出來的電流 已經是差不多 是ABG Semi 也就是說 我是取得 他ABG Semi的電流 已經快差不多了 所以雙方數據 這樣講起來 雙方數據還蠻接近 87V 然後55V 我們現在是56V 87V 很接近的 大概差個2A至3A而已 時間上大概差個10個mini second 為什麼 因為他的 他是把感應器做在齒輪裡面的 然後我是去算他的電流使用時間 所以變成這樣 雙方的基準點不一樣 因為我是去算電流的評估面 OK 55 17 17 90 OK 好 再一次 85V 56V 我們看這次 可以看到 85V 56V 好 差不多了 時間越來越 時間上的話 越來越接近了 OK 所以 基本上 我的這個測試器 還蠻 還蠻接近他的實際運作的 好 我們把畫面切回來 好 好 那這一次就是他新版 他的韌體的更新的分享 我們做幾個測試之後 我們看看這邊的分享 就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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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